最大的特点 最大的特点应该是我们一开始跟导演讨论的 我会问她最希望这个小千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她当时给我看了一个 建议我看一个动画短片 动画长片 叫《飞虎环球鸡》 里面有老太太 那老太太让我看完之后 我说这个有什么关系 但她是一个 导演说动物嘛 动物的本性她希望是很直接 很快乐 很真性情 很阳光 探讨到她的那个生活的环境本身 所以她是希望 出来这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要区别以前的 然后要感人 《飞虎环游记》里面的那个角色 因为在我们的印象中 可能你也许你会让你去没有 其实我们知道刘亦菲 他们还有《飞虎环游记》 没有看过以前的王祖缠演的这个小千 没看过 是 那最后 妮搖兹�cü导演 在你最后的全片之后 对刘亦菲的表演 你又有什么样的评价呢 我真的特别觉得 她在动作方面跟着非常非常好 其实在闻事 她的怎么去表现小千 其实我一直都没有担心 因为一开始我要拍《千里要闻》 我第一个想当作是容易会主演的 但是在戏里面有动作的部分 其实我是担心的 但是后来刚才马玉成说过 其实我看到他有一支钓钢丝 他去训练的时候 他训练之后拍下来的片子 我就觉得哇 他真的比一个我好 你刚才画面有一个 对 有一个吊威亚的 非常非常非常 对 就是他 是他自己的声音 然后因为他是一个 有可能他是一个动作演员的 可以做的 好 看来刘亦菲也有 画上这个艳齿霞的妆 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 我就一整都觉得这个真的很 很对感觉 我觉得他很帅很酷 然后也就是演技真的很好 是 这可能是史上最帅版的 岩石霞 对 那 嗯 他应该没太多差别 但我觉得他的那个演技 给我更深的影响 五 四 三 二 大声 海报 一 二 五 二 一 一 一 好 大家好 大家都在欣赏 这个吻美泛的海报 那我们要紧接着呢 我们的工作人员来 我们的事情发生呢 我们再来一起倒数 5 4 3 2 1 好的 热烈祝敬礼 千里欧魂全球院线签约成功 期待我们千里欧魂能够告房大卖 期待我们请全体嘉宾在